出埃及记 第36章 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 以及一切心里有智慧 蒙耶和华赐智慧和聪明 懂得做圣索各样用途之功的人 都照耶和华所吩咐地去做 摩西把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 以及那些蒙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 心受感动愿意前来做工的人都照来 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 为建造圣索以及圣索各用途之功而奉献的礼物 每天早晨 百姓继续把甘心记拿来 凡有智慧能做圣索一切功的人 都各自离开他们原本的工作前来 对摩西说 百姓送来的礼物很多 已经超过耶和华吩咐建造之功所需要的了 摩西吩咐 他们就在营中传令说 无论男女 不必再为圣索的礼物做任何的功 这样才使百姓停止不再拿礼物来 他们所有的材料已经足够整个工程之用 而且有余 做工的人当中 凡心里有智慧的 用十幅曼子做账目 曼子是用搓的细麻和蓝色紫色珠红色纱织成的 并且以刺绣的手艺绣上鸡路薄 每幅曼子长二十八肘 每幅曼子宽四肘 全部的曼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它使这五幅曼子彼此相连 又使那五幅曼子彼此相连 它在这一组相连曼子的墨腹边上 缝了蓝色的纽环 在另一组相连曼子的墨腹边上 也照样做 它在这幅曼子上缝五十个纽环 在另一组相连曼子的墨腹上 也缝五十个纽环 环环相对 它又做了五十个金钩 用钩子使曼子彼此相连 成为一个帐墨 它用山羊毛织十一幅曼子 作为帐墨上的罩棚 每幅曼子长三十肘 每幅曼子宽四肘 十一幅曼子都是一样的尺寸 它把五幅曼子连成一幅 又把六幅曼子连成一幅 它在这一组相连曼子的墨腹边上 缝了五十个纽环 在另一组相连曼子的墨腹边上 也缝了五十个纽环 它又做五十个铜钩 使罩棚相连成为一个 它用染红的公羊皮 做罩棚的盖 再用精美皮料 做外层的盖 它用金合欢木 做树立帐木的木板 木板长十肘 每块板宽一肘半 每块板有两个笋头 可以彼此衔接 帐木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它做帐木的木板 南面 就是面向南方的那一边 做二十块板 在这二十块板底下 做了四十个带毛眼的银座 两个毛眼接连这块板上的两个笋头 另外两个毛眼接连那块板上的两个笋头 它在帐木的第二边 就是北面 也做二十块板 和四十个带毛眼的银座 这块板底下有两个毛眼 那块板底下也有两个毛眼 它在帐木的后面 就是西面 做六块板 在帐木后面的角落 做两块板 下端的板 是成双的 上端连在一起 直到顶端的第一个环子 两块板都是这样 做成两个角落 一共有八块板 和十六个带毛眼的银座 每块板底下 有两个毛眼 它用金荷花木 做横木 为帐木这面的板 做五根横木 为帐木那面的板 做五根横木 又为帐木后面 就是潮溪的板 做五根横木 它做了板腰间的横木 从一头通到另一头 它将板包上金子 又做板上的金环 来套横木 横木也包上金子 它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纱 和搓的细麻 织帽子 以刺绣的手艺 绣上鸡鹿薄 它又用金荷花木 为帽子 做四根柱子 包上金子 柱子有金钩 又为柱子 筑了四个带毛眼的银座 它用蓝色 紫色 珠红色纱 和搓的细麻 以刺绣的手艺 为帐木织门帘 又为帘子 做五根柱子 和柱子的钩子 把柱顶 和柱子的菇 包上金子 柱子有五个 带毛眼的铜座 到头使用点 又为柱子 脚子的水 后面 光 柱子 吃 巧儿子 或